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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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占比最高的两项一余家电业务并无相关,除此之外,长虹还在电池、计定客、运输、房地产、通讯和系统工程等业务领域有所涉及,但并未出显著的成绩,对此,四川长虹证券事务代表称,未来采电这个产品对公司更重要还是更不重要,不好说,以后要多元化发展,不是原来的独生子女政策。 以说长虹就是财电,在2017年财报中,四川长虹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加集总和家电、IT数码、部品材料、精力制造服务、新能源等业务为一体的全球化科技企业。 业内人士表示,从这个定义上说明公司的战略是模糊的,而糟糕的业务数据和公司举动已经说明,寻求多元化发展的四川长虹。 不过是在模糊的战略布局下进行苦苦的挣扎,长虹今年来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是因为今年以8120万元的低价出售。 洛杨海长虹大厦的房产,有媒体调查称,大楼所处的英达大厦同时期均价在4.8万亿平米左右,按照这一价格,长虹大厦的售价应在1.5亿元左右。 众多投资者在古巴里至于为何大厦遭到贱卖,也有投资人表示,这是长虹在外下半年利润做准备。 8月23日晚,四川长虹发布了2018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384亿元,同比增长10.47%,实现净利润1.69亿元,同比增长9.26%,扣费后净利润则同比实现扭亏为盈,而其营收高达384亿元,盈利却顶位1.69亿元。 与陈王记者注意到,在四川长虹公布的三季度报表中显示,长虹通过储置非流动资金,领取政府补助得到了1.3亿元,1.4亿元。 由此可见,长虹最近几年的利润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政府补协,可这种非常有知识。 四川长虹三季度报表图来源,与陈王长虹转型艰难,其实跟其所处的产业和环境有关。 采电是技术不断迭代的一个行当,目前整个采电市场十分艰难,整体消滑,造成很多企业疲于奔命。 倒比变革,行业面临的挑战其实,也正是长虹面临的挑战。 加电行业资深分析师洪世斌表示,N2将无人机加入经营范围10月24日,四川长虹更高显示,公司于10月22日召开第世界董事会第19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协议。 议案内容显示,按照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一公司在经营范围中增加。 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机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无人机技术展让,无人机技术咨询,无人机技术服务,无人机生产和销售业务。 四川长虹公司张成功高图来源宇晨毛宇晨,网记者联系到长虹一位负责媒体宣传的员工,当记者问及公司是否已涉足无人机领域时,对方谨慎地回答道,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只知道公司的经营范围发生了变化。 另外一位产红的内部人士则表示,树叶有专攻,无人机,目前涉足的企业已经很多,但做得好的并不多,而且竞争也很大,在其看来,各行各业做得好的,基本都是单产品在操作,精力,金钱,宣传都对准一个方向,精确地锁定消费人群, 但同时也指出,公司高层做这个决策,可能已有详细规划,作为员工,肯定是坚决执行。 随后,记者在网络上以四川长空无人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发现,在长虹企业文化交互平台于今年4月,曾发布了一篇以为长虹零损不仅仅是互选。 更重要的是互拟周全的文章,文章指出,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地空安全研修中心主办,长虹多媒体公司四川长虹旗下公司协办了第二期,全国仅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高级研修班开发。 根据文章所述,长虹方面参与战术教课和研讨,并为研修班提供了联合开发的无人机,指挥中心高清显示拼接大屏等装备。 同时,长虹多媒体公司,由制造与供应链管理中心整体牵头,整合四川长虹各单元资源。 加速长虹零送VTL固定翼安防无人机,在警方的推广和应用,但网络上并未有此款无人机的详细资料。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在今年9月举办的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中国到东盟工程项目与合作发展论坛上,广西布衣经航向空投资集团与四川长虹集团进行了信息化工程战略合作签约, 共同投资研发军警民通用工业及5G无人机的迭代升级产品。 两家高科技企业研制成功的红一先锋5G HYXF5G高科技无人机已正式投产,并将在2018珠海国际好展量下,该机构应用于城市空中治安巡防,分控,打击射毒射毒射毒射黄,管控高速公路, 就在抢险,地理测绘,海洋信息采集,水域生态监测,物流运输,地质勘测,矿需勘测等领域,广西凤一天下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是中国低空飞行器监管平台Ucloud发行人之一,也是广西首架获得AOPA颁发的, 中国AOPA民用无人驾驶航空系统,驾驶员训练机构认证书的企业,在2017年,集团与广西警察学院,举行了签约仪式,双方共同合作组建无人驾驶航空器研究所, 将维扰AO无人机管理与警务战术应用课题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了无人机技术研发,无人机应用拓展研究等,与四川长虹员工的态度截然不同, 该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直接告诉与传宝记者,公司与四川长虹合作研发无人机,生产则是由四川长虹负责, 在即将举行的中海航展上,长虹将携带系列无人机新品亮相,包括红异先锋5G,HYXF5G,具体有哪些产品要展出,则是由长虹方面决定, 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缺世号管四川长虹展为进行参观,由此可见,两家公司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都开始将触角延伸至无人机研发与制造方面,这层神秘的面纱,也将在诸海航展上揭开, N3无人机建物是个门起飞红杉资本创始人Michael Matisse曾说过,无人机是未来大师所吃, 几十年后,无人机会像火车、汽车一样普遍,于是,资本市场以及各类风头,对无人机产业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目前,国内已有200余家无人机企业,对于此时感染及入局的长虹来说,能否做好无人机这个新业务, 还存在疑问,有业内人士认为,长虹发力无人机的优势,是都有着制造业基因, 制造业的本质不仅仅是硬件的组合,而是规模制造和良好的工艺链管理能力,无人机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现在的无人机行业,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不足十佳,绝大部分企业更多的是组装业务,缺乏自主研发能力, 因此,对于长虹来说,虽说入局较晚,但其在制造业领域的雄厚积累,是很多行业玩家都无法比拟的, 其次,长虹神更加电行业几十年,建立了庞大的渠道优势,这也是优势所在,虽然这些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但现实情况似乎也不容乐观,无人机市场上有不少跑不进场的企业, 初期进入市场时,一度被市场看好,发展姿态还算良好, 但越到后期,问题便接踵而至,无论是破产倒闭还是大幅裁员, 都是无人机市场发出的警告,根据O1的数据,目前无人机板块上市公司约20家左右, 除了有联动性的国防军工、机械设备、计算机等行业个股外, 家用电器、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个股,也涉及其中大部分公司都是通过参股、控股或成立和子子公司的方式来进入, 中信箭头证券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李陶阳认为,主要都是看中了无人机领域潜在的巨大市场, 从军用市场看,我国军用无人机未来发展空间广阔,预计到2022年, 我国军用无人机的潜在需求将达到约20亿美元,从民用市场来看, 当前大部分是足无人机领域的上市公司,为工业级无人机, 当前的竞争已从消费级转向工业级,预计到2025年,总体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50亿元人民币, 根据各公司在2017年年报中披露的无人机介物相关数据, 仅其加净利润废证数,多数位转化业绩,获了披露无人机介物的盈利情况, 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航线航空学院无人机系统实验室首席研究员王浩文建议, 要想走得长远,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可以产生差异化的, 技术的领先才能有一定的盈利空间,技术的储备决定了优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产业痛点及时就是长虹的机会,招准正确的发展节点, 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或许是四川长虹无人机介物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 宇晨网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四川长虹在主海航夹上的新品展示 以及在无人机行业的后续布局,转载请标明宇晨网,清全必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